大家好, 我是寶欣 終於終於可以脫口罩了 作為口罩小姐, 脫口罩第一件事 做什麼呢?就是吃東西了 因為可以隨時脆地吃東西 不用再買外賣了 大角咀出名多隱世美食 而我就是大角咀的美食集中地 富多來商場了 這裡有很多好東西吃 一起出發吧 第一間介紹的一定是肯德輝 他們的鎮臉之寶是山炸大雞腿 嘩, 大大隻雞腿 蘸完這個炸漿之後 再把它圓隻山炸 它的油溫和時間控制得剛剛好 我膽敢說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炸腿 好棒啊 這個我真的非常非常推介大家 一定來大角咀要吃這個山炸大雞腿 它的本店是屯門的 但大角咀這間一樣好吃 真的超好吃 好吃到的地步就是我每次放學 經過的時候我都會買來做宵夜 我現在就不客氣了 看到很汁很多汁 當你吃了這個山炸大雞腿之後 它就會欠覆你對炸雞腿的想像 它裡面是非常汁 你看看它的雞油雞汁 整塊是嫩的 加上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炸粉 我加了那個椒鹽海苔 加上加了那個辣粉 總之是野味十倍 或者你會覺得我很誇張 我告訴你 它真的誇張地好吃 吃完炸雞腿最重要就是什麼 就是清熱器 你這個回金糖喝涼茶 我看到它是早傳配方每天煎煮 先問一下老闆 是 我想問一下我很熱氣 應該是喝五花茶還是林仔涼茶 五花茶是甜的 涼茶就是類似二十四味 如果清潔解毒或者去濕 或冒冒等 我會喝這些類似二十四味 你是不是就是林仔 是的 那我喝你的林仔這個涼茶 是你自己調配的 是的 是中藥來的 一定是 對 原來是苦苦的 對 我也覺得是像二十四味 但沒有二十四味那麼苦 我喝完之後有些帶回甘的感覺 和後龍沒有那麼硬 老闆請我喝五花茶 我試一下 這麼好喝 我是很驚訝 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喝 我可不可以多喝一點 花仔 很好喝 因為這個還要是冰涼的感覺 它是有一種清新的 有時候喝五花茶 你會看到它是偏金色的 你可以看看 是比較淺蠍色的那種 外面有五花茶是偏黑黑的 啡啡的感覺 所以它喝下去是比較清甜的那種感覺 帶一種花蜜的味道 我覺得這杯好喝到可以上市 我真的覺得很好喝 這個 可以收球 之後要介紹的這間 就是開業不夠半年的漢堡包店 這裡的漢堡 除了多口味之外 最特別就是它的漢堡包 是用了冬甩麵包的 而牛肉還是手打牛肉 一於試試它 不知道吃下去的感覺是怎樣 會不會像我們平常吃冬甩一樣 是甜甜的 我特地選了這個手打牛肉漢堡 然後要了雙層 你看看 滿滿的肉汁 和這個醬汁 這個牛肉很好吃 是非常濃的牛肉味 很濃的 不算是很嫩的那種 但是它吃下去 牛肉味會湧出來 它就是外面煎脆了皮 再加上醬汁 很汁 我很喜歡它的肉味 其實漢堡包是外脆 而是比較軟的 這個功率比較實在 這間叫泰家文的餐廳 是區內出名的平民泰菜 由泰國媽媽主來 最出名的就是海南雞飯 而價錢只是三十多元一碟 所以每個人來到都一定會點海南雞 終於試到了 這間是區內很出名的平民泰菜 店裡只有幾張桌 長期都是飽滿的 我現在趁著下午茶這段時間 沒有太多人 我就進來了 我就點了很多東西吃 因為它的價錢實在太親民了 點了這個海南雞給飯 小食拼盤 冬陰風燙 還有它的筋套 加特飲才加五元 試一口它的龍眼冰 最喜歡喝龍眼冰 它不是只有死甜 它是有龍眼的味道浸出來 好吃 我就試試它的海南雞 大家看看 肉質看上去是非常嫩滑的 有驚喜 吃雞要有兩樣東西 我是很重視的 就是要有雞有雞味和嫩滑 我覺得它這個 是兩樣都做到 很驚喜 因為通常吃平價的海南雞 通常都是只有滑字 但沒有什麼雞味 但是這個真的有滑又有雞味 可能加上雞腿的位置 肉質好吃 而且它的泰式醬也好吃 你一吃它的泰式醬 它是酸得來有點微辣 大切的感 還有一些蒜頭的味道 很多不同的泰式香料 而且它真的做到海南雞 雞皮和雞肉中間的啫喱 這個啫喱是骨膠原 不得了 另外我點了這個東陰宮湯 看看它有什麼材料 它有些小蝦人仔 有些菇 有些草菇 不是奢華版 是市民版 很平實的 的用料 試試味道 每一間的泰式菜 就算它是泰國人開 但其實它們的東陰宮的味道 都不同 因為會跟廚師的口味和比例 我覺得這個東陰宮 是偏向辣和酸的味道 然後你喝下去會有一口的椰的味道 試完這個小吃拼盤 小吃拼盤這個魚餅 我看到人家推介是一定要吃的 剛剛問了這裡的老闆 他說這個魚餅是他們自己做的 即是他們將魚肉和香料混在一起 再炸 試試味道 嗯 當我吃的時候 你直接眼爛了那塊香草 就會滲了那些香草 那些泰國香料味 之後這個蝦餅 蝦餅我當然是十分期待 炸腩 炸腩肉 不過以我評分的話 這裡全部最高分 都是這個海南雞 一定要試一下 大角咀的美食又怎知道這麼少 下一集 繼續和大家一起在大角咀掃街 下集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鐘仔 等看新片 下次見 拜拜 下集見 下集見 有消 más